郑学市庆祝观音大师圣诞热闹理文化祭活动 为地方带来热闹氛围 而为了也能够推广竹山优质地瓜 本日也规划了地瓜多元美食记者会 与政公所及中华民国全国艺厨联合会 带来多样有地瓜制成的料理与产品 办这个文化祭基本上也是希望能够带动市中心的繁荣 宗教文化的推广 我们也希望借由宗教文化的推广 把我们竹山的地瓜推广出去 所以我们举办地瓜创意料理推广的记者会 所以我们邀请了中华民国全国艺厨协会 来帮我们竹山的地瓜做一个推广 让我们中华民国的艺厨协会 这些师傅都是饭店的名厨来帮我们推广 让大家知道原来地瓜也能够创意这么多的料理 让我们竹山的地瓜再次的扬名出去 透过此次活动分享 让民众懂得如何用地瓜烹煮美食 县医院参蒙儿感谢庙方的用心规划 带动地方农产行销 也欢迎民众踊跃前来株山购买油脂地瓜 大家都知道吃饭菜对身体很好 但是都不知道说要怎么做 可以让这个番薯做到好吃 所以我们今天是专农 我们台湿亚厅请到真正赞的读书 来给我们分享说 我们吃怎么做 营养健康又好吃 所以在这里我们非常感谢到我们的 正确是对于我们竹山地方农产品的一个推动 欢迎大家来我们竹山买番薯 更是买健康回去 只是大四野文化界能够结合宗教活动 推广地方幼稚农产 带来热闹并活动经济 鲜远油耗肯定活动规划的用心 在这里将我们竹山的特产地瓜 做了许多特色的一个好料理 那也希望借由这样子一个推广地瓜美食的一个活动 能够让许多人能够借由地瓜 能够看到竹山的特色 还能够借由这样子地瓜的一个美食 不仅可以感受到地方的大四野文化界的一个用心 还同时也可以行销竹山 要肯定这次蓝志文主委跟张农元会长 大家许多干部对于文化界的一个用心 议长和张峰肯定活动办理的用心 为地方带来热闹氛围 更促进地方农产的推广与行销 促进经济的火弱 记者卢一凯竹山采访报道